拥有英美两国国籍的印度裔作家鲁西迪 12日在纽约演说时遇刺 身中15刀 不过经宋益抢救后 鲁西迪的经纪人已经在当地时间14日表示 鲁西迪病情有所好转 不仅可以说话 而且呼吸器也已经摘除 不过由于刀事严重 还会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康复 对此纽约州州长侯可 也发表声明声援鲁西迪 鲁西迪因为出版小说魔鬼诗篇 而被穆斯林认为是在污蔑伊斯兰先知 于是在1989年被当时的伊朗政府下达追杀令 因此这一次的刺杀未遂事件 势必也让伊朗历年来的统治者成为舆论剑拔 大批维权人士与反对派人士 要求伊朗统治者对此事负起责任 虽然从1989年到现在 伊朗已经换过好几任领袖 还有改革派官员在1989年改朝换代时 承诺不会再追杀鲁西迪 但鲁西迪这些年来 还是不断面临死亡威胁 有维权人士坚称 伊朗国内某个基金会 甚至为了夺取鲁西迪性命 悬赏超过300万美元的奖金 而受这一场争议事件波及的 还有在网路上声援鲁西迪的 哈利伯特作者JK罗林 有网友在JK罗林的留言下回应 你会是下一个 而根据调查 这名网友还曾经称赞过 攻击鲁西迪的凶手 是一位革命性的实业派战士 因此苏格兰警方在14日表示 已经展开对JK罗林 网路死亡威胁的调查 华语新闻谢仲岳综合报道